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真华团队的韩孙真华 保险年支25年 我的专长是职域开拓 组织发展 教育训练 以及成功复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真华团队家旗处 洪家旗处经理 目前保险年支12年 我的专长是退休金规划 税务管理 资产保全传承 及组织发展与管理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真华团队 世青处杨碧琳 储备处经理 我的寿险年支17年 达成MDRT百万元桌 终生会员 我的专长是 退休金规划 资产配置 资产保全 资产传承 与组织发展 各位观众好 我是真华团队韩树贤 我的保险年支4年 目前专长是 陌生开发企业组传承 而您个人获得 这个永浪保险基金 2020年度最佳成就 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年度成就奖 代表的是说 我的团队的伙伴 他们的收入提升了 专业进步了 验证了 他们都每一个人 都能够赚到 他们想要赚的收入 这是我最大的目标 很开心 这对我来讲 把个人的意义我达到了 因为他们把后半辈子的工作权交给我 我的工作的目的就是协助他们能够赚到他们想要的收入 请问各位你们现在的团队里面有多少成 210位 是 其他呢 我目前有20位一起努力的伙伴 目前我的团队有10位事业伙伴 持续增加中 谢谢 是 我目前是4位团队 我以副总的人数为目标 持续加油中 你们过去从事的工作跟保险业务工作 最大不同在什么地方 原本我是经营精品店 那都是为客户为朋友们量身打造最优雅的装扮 呈现最美的状态 这是我过去的工作 那现在我转型在寿险业呢 我也是透过保单的机制 为我的客户朋友们量身打造 他们肯定确定幸福美满的未来 我之前是行政工作 觉得自己很像那个轮轴上的仓鼠 不停的转动 不停的转动 那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 让自己可以沉淀下来 而在保险事业里面 公司有阶段性的一个训练课程 让我每天 每月 每周 都可以学习到不同的薪资 把这样的一个薪资 分享给我周遭的好朋友 所以我选择了这里 那因为我以前是做行政的嘛 所以行政的话 因为它是属于责任制 就像佳琪经理一样 是属于责任制 必须做完才能结束 那因为时间 上班时间也固定 薪水也是固定的 转我业务的话 就是有多少的努力 就有多少的收入 那时间的调配上面 也由我自己来调整 所以我就觉得 业务的工作是真的很棒 因为我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 我从公务人员转战 我的父母非常的失望 甚至呢 发下司令 我不能回娘家 我将近有三年的时间 不能回娘家 我为了要能够取得回娘家的权利 于是我希望我要成功 我要刷亮我自己 我要让家人看得到 我要让公司看得到 我要能够跟我们的董事长 能够并肩作战 所以我不断地往前买进 其实刚开始的起心动念 我没有什么梦想 我的梦想只要验证 让我的父母看得到 他们不会后悔生我这个女儿 我终于做到了 点亮了自己 对 照顾了客户 保险太重要了 它是一个住人的行业 它也是一个福报的事业 如果在这行业 我们能够笃定 我们是要长期经营 还是要永续经营 所以呢 既然知道 这个行业是那么的住人 我们更要全力以赴 不断地往前迈进 对客户负责任 对家人负责任 对家人负责任